这是我见过最残忍的告白 女人以为她在开玩笑 男人接着说 我未娶你未嫁 就这样死在这 是不是太可惜了 女人也感到了一丝绝望 男人趁机抓住了女人的手 难道她想在临死前 晚点刺激的 这一切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男人名为张天玲 是第五研究所的成员 而第五研究所 是专门研究考古的机构 女人名为小倩 是她的新助手 就在几天前 一记巨人海骨从天而降 掉落在四川境内 通过研究发现 海骨与四可汗的目的有关 于是他们跟随教授 被派往海骨掉落的位置 三方正秘密调查此事 与此同时 日本第九特别行动队 也得到了巨人海骨 知道了四可汗目的存在 据说四可汗曾带领部落 席卷了亚欧大陆 搜刮了珠宝不计其数 只要能找到她的目的 便能获得富可帝国的财富 这个日本女人叫松下扣带子 是第九行动队的队长 由于不懂堪于知数 便打算跟在张天宁身后 等他找到四可汗目后 来个弹狼不惨 红雀在后 张天宁三人来到三方正后 按照五行八卦的挂项 找到了五财神关公像 张天宁一顿操作 关公像缓缓一开 露出了一个地宫入口 张天宁和小倩走入地宫 这是一处 深埋地下几百年的地宫 地宫里阴暗潮湿 老鼠蟑螂随处可见 在一片潺潺的石狼里 张天宁不小心误触机关 无数巨型石块从墙运里胜出 稍有不胜就会被砸成肉饼 两人只能拼命逃跑 凭着主角光环 两人逃到一处石巷处 有近无险逃过一劫 接着 他们触动石巷上的开关 巨石纷纷自动退避 石巷也变成了云霄飞车 将他们送入了一座石桥上 石桥对面是一座灌地庙 在庙中关公手上 他们找到一卷金书 上面所记载的 正是四可汗字幕 汉龙天官的秘密 两人还没来得及细看 一声枪响传来 日本人居然也跟着进来了 而留在外面的教授 此时已经被裤带子抓住 在日本人的无力威胁下 张天宁只能交出金书保命 拿到金书后 不守信用的小鬼子 炸毁了石桥 留他们自生自灭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张天宁深情的对小倩说 如果我死了 你就把我吃了 小倩本来都已经感动了 这家伙却哈哈一笑 原来他刚刚交出去的 是假金书 真正的金书 还在他手上 上面有这座地宫的地图 按照地图 他们在观光后面 找到一扇暗门 暗门后是一个密室 里面正是地宫出口 以及前我汉龙天官的钥匙 两人从地宫出来后 按照金书上的地图 他们来到了汉龙天官所在地 原来汉龙天官居然不在地下 而是在天上 而那前我汉龙天官的钥匙 正是传说中的魔法斗 将魔法斗放入托制的鸡坛后 便会长出最大的藤蔓 将陆地与天空之城连接起来 两人祭坛都还没找到 却遇到了松下裤带子 这日本女人真是阴魂不散 一番打斗下 张天玲反制了裤带子 可就在这时 一把枪点在他头上 这个女人叫松下裙带子 是一名日本间谍 是松下裤带子的姐姐 她化名于戴茜 奉命潜入第五研究所 查找汉龙天官线索 他们挟持了张天玲和教授 准备寻找传说中的汉龙天官 在一座巨人海谷处 他们找到了祭坛 魔法都刚刚放下去 挤出巨型藤蔓拔地而起 向着天空无限生长 一群人沿着藤蔓向上攀爬 穿过十八重云城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天空陆地 在陆地周围 还有很多悬空的岛屿 难怪世人找不到斯可汉之墓 原来他把自己埋在了天上 更神奇的是 上面还有一辆 在一战时期失踪的日本战机 应该是受到磁场干扰 迷失在了这里 裤带子等一群日本人 对着飞机弯下腰 锯了一个弓 接着开始寻找汉龙天官 就在这时 一边突发 一个巨人从农屋中走出 只见巨人头伸三眼 长着一张血盆大口 开始对这群不速之客发起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就有几个日本兵领了河饭 裤带子也差点被锤成肉饼 不过巨人也受了伤 但并不致命 张天廉眼看这样下去 这群人早上得死光 于是他嘲访巨人 吸引巨人的注意力 巨人果然上当 追着张天廷跑 接着扔出一个手榴弹 解决了巨人 众人暂时安全 此时的他们 如果马上返回地面 也许还能保住一命 可寇带子不到黄河心不死 危机刚刚解除 他又重新逼迫张天廷和教授 继续寻找汉龙天官 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 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地方既然出现了一个巨人 那就可能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 甚至是一群 后面还有什么危机 在等待他们 众人又能否找到汉龙天官 更多精彩剧情 就在电影汉龙天官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